是什么让中国的乡村在短短的几年 发生了这么重大的变化 今天晚上再打不通的话 我们用嘴巴啃都要啃穿这个洞 我邓一乡终于向乡亲们兑现了承诺 这是我们当下 中国作家的责任和使命 鲁迅文学奖得主青年作家纪洪健 与大家分享在中国大地上行走采访的 所思所见 为大家动情讲述鲜活感人的中国故事 大地讲堂 发现乡村 读懂中国 大家好 我是李七月 欢迎各位 很多人都爱读报告文学 认为这种写作方式鲜活 真实 那么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现场 我就将为大家推荐这样的一本 报告文学著作 它叫乡村国事 这本书也获得了第十五届 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的特别奖 以及鲁迅文学奖 报告文学奖等众多奖项 而这本书是我身边的这位作者 花了四年的时间走访了中国二百零二个乡村 写出来的 他叫季洪健 接下来我们就将时间交给他 请他来为我们讲一下他眼中的中国乡村 由锦基老师 大家好 我叫季洪健 前段时间我又一次走访了中国的乡村 在丘陵沟河间的环土高原行走的时候 已经是非常萧条了 有的地方已经下雪了 但是当我来到甘肃 定西 魏元县的远古堆称的时候 我发现这里充满了生机 让我非常地惊讶 房屋修得非常地漂亮 错落有致 北游路 水泥路 非常地惨通 养殖业 种植业 各种特色产业与火与土 特别是老百姓脸上的这种灿烂的笑容 让我看到了真正的脱贫公斤之后 老百姓的这种发自内心的喜锐 实际上四年之前 远古堆称我来采访过 我知道当时远古堆称还没有脱贫 远古堆称是一个山面环山 是一个高寒地区 由于受地理位置的影响 这个地方几乎是靠天吃饭 他们的水是汉洁里面的水 他们的路是坑坑洼洼的淋漓的道路 房子更是历经几十年风雨的土坯房 但是四年过去了 当我来到这里的时候 陈主任告诉我说 远古堆称已经于2018年底 退出了贫困的序列 2019年底 他们的人均可支配收益 达到了一万一千多元 他们村的十二户 三十五个贫困人口 全部达到了脱贫的目标 也就是说远古堆称的凭空发生率下降到了零 远古堆称只是中国千千万万地成章的一个缩影 是什么让中国的乡村在短短的几年发生了这么巨大的变化 我觉得是精神二指 这几年我一直在中国的大地行走 我深深地感受着这两个字的宽广与无垠 概括起来讲 我觉得是两点 第一点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 这种责任初心与死命责任与担当 第二个就是我们基层的广大的党员干部 群政这种勤劳奉献 特别是党群干群关系 这种与水相依的这种融洽的氛围 共同推荐了中国的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 首先跟大家讲一讲我的感悟 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责任与担当 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 高度正式扶贫开发工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政要更是把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 作为了国家的基本的翻略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我记得很清楚一点 就是通过低保和兜底 保占一批脱贫 这个我是感受非常深刻的 我记得我在成庆的那个前江区 一个叫桂花园的高山生态移民安置典 我看到了一个这样的故事 当时我在那个安置典的一幅人家家里 前面在走 我自己去看一看老百姓的变化 当时是冬天 在一幅老百姓人家前面的时候 有一个女同志 我看她穿着黄色的棉袄 坐在椅子上 一个火盆 就是那个铁的脸盆 烧着火 在烤火 但是我就叫她大姐 她蹭我一笑 她一笑我就知道 她的这种笑不自圆 她应该是个自残的人士 这个时候她屋里面走出来一个人 就是她老公 田井纯 田大国 我看得出来她的右手是有残疾的 开始我就跟她 我说到你家看一看 在一楼 我看到了他们安置点的一楼是厨房 二楼有客厅 有卧室 有电视机 我就跟她聊 她说她家原来是居在高山上的 没有水 没有电 还是墨房子 实际上最开始的时候 不想搬下来 就是扶贫干部跟她说的时候 她还不理解 她说有这么好的政策吗 不可能 后来那个扶贫的干部还跟她说 不管给你盖好房子 还有电视机 并且是夜景电视 人家更觉得不可思议 她说我看不懂电视 她说我老婆更看不懂 她只会趁着电视校 但是他们家搬过来的时候 田大国还是学会了看电视 她也谈到了他们家的孩子 正在这个时候 他们村里面的村主任过来了 跟我介绍说 她说田井纯 实际上也是一个自残人士 只是说 她能够治理 而她的老婆是完全不能治理 这个时候 听到这个解释的时候 我再走到门口 叫这个大姐的时候 她又称着我一个笑 我觉得这种笑真的不是傻笑 而是一种甜蜜的笑 发自内心的笑 而是中国最温暖的笑 所以我这个故事 能莫正彩地 在我的乡村国事里面 进行了继续 如果说没有国家的这种兜底 没有低保的这种政策 你想想看 这种失去劳动能力 或者说因为残疾 两口子都是残疾 他们怎么生活 多好的一个时代 在中国的大地行走 我还深深地感受到 广大的党员干部 群政这种顽强 这种奋斗 这种奋性的精神 真的是非常非常多 在广西连云的荣雅村 感受特别深刻 当我来到荣雅村的时候 四面环山都是悬崖峭壁 我觉得不可思议 这个地方怎么能够生成 但是当我来到村口的时候 八个字一下帮我震惊了 为了生成永不放弃 我就问 这八个字谁写的 谁想的 谁提的 他们说是他们的党种子书记 当时叫支部书记 吴廷来书记 他提出来的 并且他参导的 要写到村门口 我当时就想到 这不是中国的老百姓 与大资源搏斗的 真实的写照吗 世界上吴廷来书记 是一个自负带头人 他在上个世界90年代 就已经通过做生意 通过开矿 就已经发财了 就是北望富翁 但是他没有离开这片土地 当时很多朋友就跟他说 你发了财 到信城 到市里面去买房子 买商品房 买地皮进房子 离开这个山沟沟 但是他没有离开 把所有挣的钱 都投入在修路里面 他开过一次 村民代表大会 那是他刚刚当村主任的时候 组织的 所有的老百姓都参加 在这个会上他提出来 我们伦亚村要修路 不管要跟乡上的路 连接起来 并且要修黄藤路 黄藤路 最感动的一次就是 他们村上有过悬崖 叫老运嘴 那个地方最险 只有三百米 三百米当时 他找了几个施工队 每个人都要价 至少在九万以上 他一直想 他说村里面 要个钱不容易 然后说 能不能再少一点 有一个施工队的老板 就跟他说 他是六叔 如果说你要少 你爬到老运嘴上去看看 你看看多么的艰险 你能不能爬上去 如果你能爬上去 我少三万 当时是下午了 快听黑了 吴廷来二范没说 拉着一根绳子 两个多小时 又爬到了悬崖上面 爬上去的 爬到上面听就黑了 下不来了 因为太危险了 这个时候 吴廷来的老婆来找他 然后首先是说了 这个施工队的老板一顿 他说 你怎么让他上去 他说 我也没想到 吴续记会这么执着 一下就上去 以为是开玩笑的 通过几年的奴隶 甚至十几年的努力 吴廷来把所有的钱 投入进去 又通过找其他的 帮助老百姓自己出力 修了四十多公里的 黄藤路 修了将近九十公里的 黄藤路 也就是说 通过他的努力 所有的 他们村里面的 藤与藤之间 全部连起来了 然后村里面 跟乡上的乡道 也连接起来了 吴廷来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他知道 要支付 必须要修路 但我去的时候 看到的是 他们产业发展得非常好 他们的居卷是 成牌建起来的 他们发展养职业 养藏 都做得非常好 所以我觉得 像这样的情况 就完全是我们 基层的这些党员干部 我们的群政 与大资源不斗的 一种精神 我觉得在中国的 脱贫攻击的历史上 取了这种顽强 这种奋献 更多的我觉得是 老百姓和我们的干部 和党员之间之争 与水相依的这种关系 我在贵州江口县 靖和称 听到了 他们第一许记 相利 简反例的故事 有一次 靖和称的一个贫困老百姓 生病了 第一许记相利 相利是一个 九年后的一个小姑娘 他带着扶贫队员去看 半路上的时候 车子坏了 蓝同志在修车 刚好他们车坏在 那个一个叫 带圈分老人的屋前 屋前面有很多板栗树 相利行的没事干 看到地上有板栗 他就捡起板栗来了 这个时候看到 相利在捡板栗 然后那边的 带圈分老人 从家里就过来了 抱着一大盆板栗 就送给他 他说相师捡 你不用捡了 我给板栗给你 你拉回去 给扶贫队吃 相利知道 一盆板栗 可以卖到将近一百块钱 这对于老百姓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他也不能要他的 他拒绝了 拒绝了之后 戴圈分老人 也没有多说 相利许记 他也没有多想 他继续捡他的板栗 捡板栗的时候 他突然抬头 发现那个戴圈分老人 在他的前面 戴圈分老人在说 相师据 相师据过来 这边板栗非常多 你到这里来捡 他没有多想 就过去捡板栗 再一捡的时候 偶云之间 他发现 那个戴圈分老人 正在乘自己的衣兜里面 拿去板栗 撒在地上 相师据跟我说 这个时候 他的眼光 瞪时就湿润了 他觉得这种老百姓 和他们这种扶贫队员 地区的这种情感 他无法用语言来描续 当四年之前 为了写相成国事 我在中国的大地行走 我看到了分手与喜悦 但是我看到了更多的是 分手和喜悦之后的这种 泪血与汗血 矛盾与纠结 也看到了中国老百姓 这种自强不息 顽强 像山一样压不倒的 这种精神品质 三四年之后 当我再一次来到 我们中国的乡村 我看到已经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 绝大部分贫困村 都已经走去了 贫困的序列 特别是从物质 到精神上的这种变化 就是我们老百姓 不光是物质的 更多的是内心的 精神上的 心灵上的这种变化 这种改变 更让人欣喜 也看到了我们 奔在小康路上的 这种欣喜 更看到了我们 中国的乡村 坚实而又坚毅地 走在中国的乡村 振兴这条路上的 信心和决心 我无法全面细致 紧确地描绘去 中华民族的这种情感 我们伟大的 脱兵共产事业 但是好在我的行走 我的写作 是真诚而又真实的 作为这个时代的 一个报告音修作家 我觉得我们应该 关注我们这个时代 最伟大的一些事业 焦点和社会 特别是民生工程 我们应该续讲好 中国的 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的故事 全力去更多的 中国的智慧 中国的温暖 这是我们当下 中国作家的责任和使命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季老师 季老师出 乡村国事之前 应该是也出过 二十多本书 对不对 都是关注贫困的吗 实际上 有关注贫困的 也有关注其他事情的 大部分我学的报告音修 就是基本上以民生工程 国家大的焦点 热点的一些事情 为主体的 但是肯定都是 我觉得我更多的是 贴近基层 贴近人们 这种作品比较多 为什么《乡村国事》 这本书 要聚焦到精准扶贫 包括脱贫 这一块的内容呢 我觉得可以 从两个方面来说 第一个方面来 我觉得作为一个 报告音修作家 首先要关注国家 大的这种发展 这种建设 特别是民生工程 这是首先 报告音修作家 首先要有这个眼光 要关注 第二个呢 就是我觉得 有这种使命 第一个我出生于能村 有自己对能村 有深厚的这种感悟 第二个呢 就是我觉得 作为一个作家 整区就提取了 经经扶贫 这是当下 最重要的 它是解决我们国家 老百姓这种 美好生活的一个 最基础的一个 民生工程 所以我必须要关注 您是出生在哪里 我出生在湖南 长沙万城 实际上 现在比较好的地方 但是我小时候 那个地方是农村 所以您的书里面 其实也有关注到 家乡湖南的一些地方 主要是湘西 十八栋那边 在最开始的时候 就讲到了十八栋的故事 是不是 是的 不过很想问一下 您的书里 应该是关注了 202个村子 对对对 听起来很多 但是其实 在中国整个范围内 来看的话 还是很少的一部分 对对对 我想知道这些村子 您是怎么选的 这个村子 还是实际上 发了一些功夫 2014年年底 我们湖南省作家协会 组织了一批作家 到湘西 看湘西的福平开发 这个对我出的很大 我也到了十八栋 但是更多的是 湘西的比较贫困的地区 但是作为一个作家 我觉得我做不去 我觉得这样的事情 我们在改变 这样的民生工程 我觉得老百姓的 这种境况 国家做取的努力 我觉得我应该去做 然后确定做这本书的时候 我觉得当时 我和湖南省民取版社的 周一老师三年的时候 我们决定做这本书的时候 首先我们进行了一个 基础性的工作 第一个工作呢 我们就是 当时我买了157本 关于扶贫的制作 就是这里面有理论的制作 也有包括文学 也有小说诗歌 你都看了吗 157本书 从三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 所有关于扶贫的书 只要能买到的 我全部都买了 之后我首先是了解扶贫 要了解以前的扶贫是怎么样的 然后我整件去一些 规律性的东西 然后我有针对性的 我该去怎么去采访下一步 比如说我们有的地方 是避不开的 比如说西海固地区 比如说五门三聘区 大坝山地区 五门三聘区 这些地方你无法避开的 老区 这些地方你必须不论回避历史 这些问题是必须要写的 我们也邀请到了 这本书的责任编辑 周一老师 请周一老师跟我们讲一讲 您为什么要策划这本书呢 首先我也是农村长大的 就是自己出生在八十年代初 就看到了农村这么多年 自己切身感受到了农村的变化 因为自己是农村长大的 所以就有这种情怀 就觉得自己长大了 也希望能够为农村做一点事情 尤其现在我们脱贫攻坚战 国家投入了这么大的人力 物力 财力 来做这件事情 但是呢 就是有个别人 他可能习惯负面思维 他不知道中国农村 真正发生了什么 他没有下去看啊 不知道中国的扶贫干部做了什么 中国的贫困地区的人们 他们自己真正地做了一些什么 贫困地区有了什么样的变化 他们是不了解的 不了解以后 他们就是凭异想 尤其是现在脱贫攻坚战 在一个这么大的高度的话 其实是非常需要一部这样的作品 所以就有这个想法 我知道教师他也有这个情怀 另外教师这么多年 写作有15年的 包括文学创作经历 在中国年轻一代的 包括文学作家中间 他也是个代表人物 我觉得他能够家喻这部作品 能够做好这部作品 所以我就很激动地 给教师打电话 我说我们一起来做一件事吧 就是我们一起来做一本 关于中国脱贫攻坚战的 全景的这样一部 包括文学作品吧 然后教师一听就很兴奋 他说这也真是我想做的事情 教师说以前的话就不敢做 总觉得自己要做这样一部作品 太难了 因为涉及到这么大的一个 国家的这么多方面 要去走访 怎么来做 怎么开始 那我可能就给了教师一点点 这种稍微打开一条缝 然后有了一条缝 教师自己就踹了一脚 然后我们就开始来做这件事情了 也是一种责任心和使命感吧 我觉得教师他有这个使命感 而我作为一个出卖社的编辑 我觉得现在的国家 也需要这样的作品 我也有这样的使命 各方面的合力 然后组成了这部作品 你们是真的一排几何 是的 教师他自己是个使命感很强的人 他做什么事情 就是认准了 他就会去做 我也跟别人讲到 教师就像是一个战士一样 就自己上到了这个战场 那就要把个难关一个一个攻克 我们希望就是做一部 真正能够代表人民新生的 就扎扎实实能够贴近大地的 能够让读者一看就觉得是真实的 是真正正在发生的 是有情感的 有温度的 一个能够流传下去的一个作品 但是您作为一个作家 您走到乡村 你怎么样去获得当地人的信任呢 你跟他说 我要你的故事 你必须告诉我真实的事情 这个是采访过程的 一个很大的技巧问题 我们原来想过 最开始做这个书的时候 不可能自己背个包 跑到村里面去 人家他 你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 你怎么去写 这个当时非常困惑 作为一个胡乱作家 但是我们写这个举题 乡村国是这么大的一个题材 这么宏大 第一个你怎么去完成 第二个这么大的一个题材 作为一个作家 你怎么去驾驭 当时研究这些书之后 我就想了也找过一些人 但是非常难以达到 就是有的人说 提供一个局部是可以的 但是我要的是一个全局的 我要进行几年的走访 我要要拯救去 这个规律性的东西 你找了谁帮忙吗 我发现157本书里面 其中有十多本 将近20本 是由同一个人写的 或者是由他主编的 这个人叫黄成伟 他是国务院扶贫办 宣教征刑的主任 在这之前 你们是没有联系的 没有联系 您只是知道他的名字 知道名字 我看了他的这个书 我觉得他非常有情怀 他应该会支持 我就冒昧地给一本书里面 有个版权页上 有电话导到出版社 出版社的那位老师非常好 他说他认识黄主任 并且有他的电话 但是他要针究他的意见 他同不同意接受我的电话 第二天他发信息告诉我 他说黄主任同意 这样我们就接上头了 黄主任支持我 我就背着包 开始在全国行走了 他支持您是以什么样的方式 他告诉我 比如说到湖南去采访 到哪个地方采访 他把这个开个介绍行过去 这样的方式来支持我 我觉得这个支持 是最大的支持 当然 所有的障碍都没有了 我就很好地去交流 跟老百姓 我知道您应该 就是一个人上的路 对吧 是的 我都是一个人 好像只有一个背包陪着您 一个背包 是的 你给我们展示展示您的这个背包 这么巧 这是我的这个背包 实际上我里面有个笔记本电脑 这个是背包 这个背包里面当时是放的衣服啊 书啊 所有的这些洗漱印记在这里面 但是当时这个笔记本电脑呢 是提在手里面的 今天我放到这里面了 这个电脑真的是很沉啊 这个是当时的一个录音笔 实际上就是用了很多年 我觉得非常好用 这是一个MP3 我当一个录音笔在用 这个U盘是跟了我几年了 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 我每次采访完了之后 写完之后 我把U盘里面乘一份 电脑里面乘一份 就是做到几个保障 但是还是 也有这样比较危险的时候 您刚才说可能会出现一些 出现一些意外 意外失止的 那个我这个笔记本电脑丢过一次 就是我在贵州的成龙县 采访完了之后 到汽车站的时候 就没有那种搬车了 因为我第二天就挤一桌 乘贵阳转车 要到罗店去 但是车站就没有车了 这个时候有个女同志过来 她说我们那里有台商务车 可以去 然后我就挤坐这个商务车 就到了贵阳的金阳客车上 当时刚刚下车的时候 我背着这个包 然后提着这个笔记本 我下来的时候 就没有想那么多 然后这个电脑就没有拉下来 等我回过头看车的时候 早就走了 我当时非常着急 电脑U盘 电脑U盘 录音笔 录音笔 都放在这个里面了 唯独一个手机 我是放在口袋里面的 这个时候我坐在那里 有二十多分钟我没有动 我在 你不能不动啊 你得去找啊 我大楼里面一片空白 怎么去找啊 找不了啊 天啊 我想可能会丢掉 被人家捡 也有可能人家会胜过来 因为我这个包里面 当时放了很多名片 果园过了将近半个小时 我手机响了 就是刚才叫我上车的 那个女同志 她说你是不是叫姬红健 我说是的 我一听非常欣喜 她说你这个包在我们这里 天啊 她问我在哪个地方 我说还在那里 坐在那里 没动呢 在发呆 半个小时到 过来之后 我拿两百块钱给她 她说不要 我说你叫什么名字 她说不需要告诉你 这个时候 我的眼眶里面失运了 我觉得心里非常的感动 真的要为这位 实情不昧的女士鼓掌 那这件事 周老师您知道吗 她不是有个手机吗 她跟你打电话了吗 我是不知道的 其实教师在外面 她从来不跟我讲 她在外面遇到过一些 什么困难 她认定一个事情 她真的就是很默默地去做 她的人的性格也是 很诚恳 也是很扎实的 好 接下来呢 我要在现场做一件 非常重要的事 我要跟这个邓大姐握个手 好好握握双手 您请坐 我们慢慢聊 好 我们今天来要讲 邓大姐的故事了 大家知道我为什么要握手吗 因为在书里面 有这样的一段话 是 季老师 跟邓大姐第一次握手的时候 写下的感受 她说的是 邓银香的手 虽然很粗糙 但是温暖而有力 粗糙的双手 是大山赋予她的 温暖的力量 肯定来自她的内心 来自她内心的 善良与顽强 我一上场的时候 我就认出了邓大姐 知道为什么呢 下面写的是 身材壮实的她 穿的是 戴花边的民族服饰 她就像秋天 大山里一朵鲜艳的花 我非常非常的喜欢 邓大姐 也喜欢这一个 来自麻淮的故事 在麻淮有一条 长度仅仅是 216米的一条隧道 但是这条隧道 大家知道 修了多少年吗 我们请邓大姐 跟我们讲一讲 这个隧道是216米 因为那时候 我们那边 村里面很穷 孩子要10岁才能上到学 如果是要出村的话 也要走三个小时 所以我们就是 用最简陋的工具 钢签 大锤 坐在那个冰冷的 那个溶洞里面 有40米的一个小溶洞 一个挨着一个 就一蹭一蹭的着 一锤一锤的敲 所以就挖了13年 您跟我们讲讲 为什么一定要 挖这条隧道 从91年说故事 我91年19岁 我从好的村庄 嫁到不好的村庄 91年 我娘家那边 已经通电通路 这个村没有电 没有路 当时从山里面走出来 是要翻山对吗 我们那个村就像一个 青蛙坐井观天一样 你从村里面 出村要绕来绕去 走这个山路 要走三个小时 如果不打这个山洞的话 这个村是永远的很落后 刚开始我们就用这个蜡烛 和那个煤油 我们就坐在那个溶洞里面 一个挨着一个油烟和蜡烛 凶在你的脸上 汗水躺来的时候 这个脸上就像挖煤一样 根本看不到你的脸是谁 只看到两个眼睛圈圈转一转的 我们是一年打一点 一年打一点 打两年的时间 两边进攻打的 打通 那天晚上说 用那个大锤敲 那个声音 嘣嘣 那边在这边打 这边在这边听 你们没有专业的定位工具 对吗 没有 因为没有技术人员 所以我们就是用炮筑 放声音听感觉打 然后打的时候 就是听那个回音的时候 说如果今天晚上 再打不通的话 我们用嘴巴啃 都要啃穿这个洞 所以就用这种精神 然后就一锤打下去 打下去的时候 那个洞就通了 两边的人就跑过来 就两个就抓到手 通了通了 终于通了 那是什么感觉 那个心里面 很高兴的感觉 就是通了通了 终于打通了 你是谁 我是杨芳才 我叫仁红 为什么要报名呢 因为他那个脸花的 看不到是谁 所以就手抓手 他叫起来 然后就说终于打通了 所以就很高兴了 大家扔掉工具 从那边爬到这边 要把手放下来爬过去 但是邓大姐 我知道您下定决心 要修路 好像还发生了一些 让您觉得非常悲伤的事情 您跟我们说说好吗 我是91年 自由恋爱 不顾家人的反对 嫁到马怀村 那一年 我嫁到马怀村 我爸爸妈妈 在村里面召集 三十几个村民 代表到我家里面去 我爸爸就说 如果今天晚上 你不把我的女儿 交出来的话 我就一火把你的房子烧了 我娘家通电 通路这个村 没有电 没有路 所以我的妈妈 就说不同意 我家的这个地方 我妈妈说 你不听我的话 以后你有一个儿子 都不好找媳妇 没有到儿子找媳妇的年代 只到儿子出生的年代 我91年去 93年 我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 那就是三月份出生的 到七月份 那一个晚上 孩子就高烧不退 因为我们就用那个 石毛巾 捂在头部里面 然后怎么都降温不下来 我就跟我的爱人 就像疯了一样 打着手电筒 打着火把 就背着孩子 往医院跑 刚跑到一个半山腰路上 因为我们出村的 要走三个小时 才跑到四十分钟 到那个半山腰上 我感觉孩子呼吸不对了 我们就把孩子放下来 包在我的手里 三个月大的孩子 一个小小的生命 就渐渐冰凉在我的手上 当时我牙都差不多咬碎了 我说 老天为什么这样不公平 那么小的那个孩子 耽误最佳医疗的时间 就夺去了他那个生命 这样的故事 不光是我一个人发生 我们准村的人 年纪大 就用滑干台 年纪小的就够背 所以村民最害怕的 就是生疾病 如果生疾病了 就会死在路上 这条路结束了 好多人的生命 很多时候我们都说 贫困并不是 人本身的原因 是因为这个地方 它没有能够脱贫的条件 而路就是最重要的 一个条件 十三年 就是靠着这么 一点一点的 甚至是可以说 是用双手 用人肉 把这条路给打通了 那打通了之后 我知道你们那条路 是不通车的 就是走人的 当时您到了 您女儿出嫁的时候 这个路没有通车 邓大姐我想问你 那个时候 看到女儿的那个背影 你当时心里什么感觉 女儿出嫁的时候 她是村里面第一个 穿婚纱出嫁的新娘 我们农村里面 从来没有 女儿穿婚纱出嫁过 那天下大雨 路上全部都是新鸡 当时我的女儿 出嫁的时候 那个婚纱 她都是这样抱起来 放这个位置走的 就从那个山洞里面 弯腰穿过去 一对新人 就弯着腰穿个山洞 一对新人 就变成了疑人 就刺痛了我的神经 我就说 一定要把山洞 再拓高拓宽 我不要让马怀春的 以后的新娘子 也变成疑人 一定要把这个山洞 再打高打宽 为什么打多年了 大家都挖烦了 也挖累了 告别了山路的时候 人可以弯腰 低头走下面的时候 就有好多人 就不愿意干了 就说 就用你们那个原始的方法 要挖到猴年马月 所以大家不愿干 我就挨家挨父 去住工作 我说 我们现在从县城 买水泥盖房子 从县城一顿水泥 拉到洞口 五十块钱一顿 又从村里面到洞口 几百米的路 就是两块钱一包的 水泥的应费 所以成本就多花几倍 我们大家要有信心去干 幸福 就是靠奋斗出来的 不是等出来的 也不是靠出来的 我们苦熬不如苦干 苦干不如实干 那我们要先干起来 所以我就召集了 很多村民 又愿意去挖了 一部分还是不愿意 愿意挖了一部分呢 那些人就说 挖了一个星期 但影响 我们单打独斗 还不是一个办法 还是靠动员大家 因为如果我们挖通了 他们以后还是要走这条路 还是动员大家一起挖吧 有一些人不干的时候 我就用村里面一个 乡君明月的土办法 我说现在 马车 猫头车能过 你就不干了 以后我们有几家 就干几家 打通了 我到县里面找资金 买大铁门锁好 只让打动的人发钥匙 我说用这几句话 才把我们的村民 有积极性的 他们就大家都约去干 干了到那个一年高 有四米到五米 车子就可以开进村了 来咱们看看 现在通车之后什么呀 非常宽敞 所以当时山洞打通的时候 我在山洞里面走过来 走过去 我模模糊糊的 瑞士双眼 我就放声大哭了 我就说 我邓银箱 终于向乡亲们兑现了承诺 这个山洞拖高拖宽了 11年8月16号 我们搞一个通车典礼的 一个仪式 就大家都很高兴 原来山洞没打通 从来没有一个大学生 现在我们这个村 有30个孩子考上大学 还有一名考上研究生 谢谢 太好了 村里面变化是很大 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哪像是一个 不通车的村子的样子 多好啊 现在这个村里面的变化 就是从14年的 建党尼卡塔平坤付 都有50%都全部买了小轿车 我们村里面 现在都有73部小轿车了 所以村里面的人均收入 已经突破13000多元了 现在我们村里面的产业 就是我们就在临下 在树林里面 地上就种这个黑皮鸡中 然后就搞那个羊土菌 所以村里面现在的产业 就是有黑毛猪 还有鞍唇蛋 还有种烤烟 种刺梨 村里面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 路灯点亮的村里面的自然在 穿富路穿到家门口 自来水到家门口 所以现在村里面是 搞成一个乡村旅游了 现在我们就是每一天 都有几百人到村里面去 我住梦都没有想到 马怀春会有今天的变化 所以现在路通了 心就通了 心通了 财路也通了 现在我们村里面的村民代表 每一个人的脸笑得都很灿烂 我没想到 祖祖辈辈到我们这一辈 就把这条路修通了 所以原来在县城的人都搬回家住了 他说在村里面吃的东西 全部都是蜈蚣害的 比如我们土鸡 养的黑毛猪 我们生太自卑 因为我们那边海拔可以避暑 欢迎我们在座的 各位能够到我们村里面去 走走看看 太好了 谢谢 谢谢您 谢谢 谢谢邓大姐 谢谢 季老师 您看到这样的变化 心里是什么感受 非常开心 实际上 我曾经走访过的一些村庄 包括马怀春 还有其他的一些村庄 我看到一些变化 看到还有采访的过一些对象 我心里非常的兴奋 我一直关注 一直关注他们的生活 实际上四年之前 我去采访的时候 我就感受到很大的变化了 原来在虚本里面 作品里面读到 确实是苦假天下的地方 但是当我真正 第一次走访的时候 包括我今年第二次去走访的时候 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跟我们虚本征 已经是完全不一样了 变化非常大 这是我觉得这是令人非常惊讶的一件事 作为一个见证人 也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 是的 非常幸运 季老师 乡村国师这本书已经完结了 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写作计划 乡村国师声援已经写完了 并且各方面都做完了 但是我觉得 关于中国人村的问题 脱贫攻击的问题 作为一个作者 我觉得观据还没有结束 前段时间我又一次 走访了中国的乡村 准备写一部长篇报告文学 出你的标题叫中国足迹 那有什么样好玩的故事 跟我们分享 有非常多的故事 第一个就是 四年前和四年之后 肯定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我原来去很多村庄都没有脱贫 原均口支配收益 是非常低的 就那么简单的几千块钱 但是现在去村里面 都已经走去贫困的序列了 然后原均口支配收益 也达到了一万多 特别是让我感到惊讶的 就是这一次去就看到 所有的原来的贫困村里面 这种返乡的青年比较多了 我觉得它可以体现几方面 第一个就是 确实我们人城有很大的变化 它有一种吸引力 有凝聚力了 它回来可以生成有土壤了 还有一种 有的就是本来有这种情怀 看到自己村里面非常贫困 它有一种责任感 它是一个大学生 在外面发展非常好 情景也非常好 但是它觉得村里面没脱贫 它应该回来帮助一把 应该来做 我在四川梁山州的 昭爵县的山河村 我就遇到了洛谷有格 一个88年的 一个遗族的小伙子 他原来是个大学生 村里面第三位走出去的大学生 也是他们组里面 第一个大学生 咱们让洛谷有格自己讲讲 大家好 紫水 您的这身衣服应该是一个很老的这种民族服饰 对吧 这个是我们大年上移除的服饰 就是索国做的 我这是山河村土生土长的移植人 我们家呢 一直也生活在山河村里头 您是什么时候考上大学的 我是06年考上大学的 06年 大学毕业之后就去了重庆 对 大学毕业之后呢 再去了索契 一家国有企业上班 国企啊 国企 那你挣多二千呢 12 13年的时候五千多 那你们家里是做什么的呢 父母都是滴滴倒倒的楼米 就是种地 对 种地 当时少的时候 在记忆里头 吃不饱 穿不暖 所以说从小就 有一个大学末 一个知父母 你六年考上大学 实现了第一个 知父母呢 一直没实现 考上大学的时候 父母特别希望 我在城市里头 找一份好的工作 当然 然后在城市里头 取些生子安插 但是你一直心里头 还傻得家伤的付老杀气 还没脱皮 所以说 13年年底的时候 不顾张人的法队 依然把这个工作辞了 回到养我 生我 你的这个山河村 搞养殖 带你 富老杀气们一起 走上脱皮致富 这个路 你是一个国企的员工 对 你辞掉这样的工作 我想家人的反对 应该不是简单的 不同意而已吧 对 因为 梁山都是一个 边缘的民主地区 再加上我们这个父母 也没读过书 文化各方面 思想观点比较落后 所以说 辞工作的这个事情 是没有办法 给父母假通的 所以说 只能先把工作辞了 不给自己扭后络 但是我辞职这个工作的时候 我自己也特别纠结 因为 父母好不容易 供我读大学 有过稳定的工作 现在要把工作辞了 回来当农民 这个我心里头 也比较纠结 辞职了当天晚上 我喝了一件啤酒 喝得差不多了 我那个辞职信 我就用手机 编成这个短信 我发给了领导 然后领导给我打的电话 有个 您杀好了没有 我说我已经杀好了 13年底的时候 就依然回到了 这个山河村 搞不清楚 那你哪来的信心呢 我在除去上班的时候 有一次我回到了家山 回来探期 我把自己张制作的 这个土腊肉 带到除去 给我一起的这些同事们 品尝 在场的 吃过我们自己家 制作的这个腊肉的 所有人都说 从来没有吃到 这么好吃的腊肉 所以说我受到这个启发 然后就回到家山 搞这个无记住的养殖 沙河村呢 它是交通比较闭色 没有大的这个锅厂 没有污厂 空气质量特别好 自然条件比较好 所以说 比较适合生态养殖的 这个登天独货的 这个自然条件 所以说我们这个呢 应该也是个特色产业 也是一个出路 那这也不能说 家里面什么都没有啊 你看这还是有东西的 只不过没有人知道 这应该是一个产业 对对对 这是一个 应该是个商机 也是个产业 现在我呢 也成立了一个 楼叶公司 建议公司的这个初衷呢 是解决 我们当地老百姓 销售难的问题 通过这个品牌建设 把我们大娘山 优质的楼产品 推销到全国各地 让城市的这个消费者 适到健康 发息的 我们大娘山的楼产品 今天现场呢 我会带来的 这个苹果 还有这个其成 来大家品查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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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鱼切好了 切好了的 真好 真好 你看这个苹果的芯 它的含糖量特别的高 这全是冰糖芯 因为我们大娘山呢 它是 这个牙关比较出组 早晚的微墙比较大 所以说这个产的水果也好 包括这个养殖宴也好 质量这个这一块 特别好 那三河村脱贫了吗 我们是今年年底通贫 现在这个修路 建法 以及积极维生了 好 那跟以前肯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对 对 季老师 当初到三河村采访的时候 您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感受非常深刻 实际上我去了这么多乡村 三河村相对来说 它是少数民族地区 大娘山地区 它是基础设施比较差的一个地方 但是恰恰相反 就这么一个村 像有路过有隔 他们这样年轻人返乡 让我看到了一个更大的希望 某种程度来说 它的那种基础越差 越贫困 它的提升的空间 它的希望可能越大 好 我们现场的观众 有没有什么问题 想要问季老师的 我想问一下 您书中所写的故事 完全是真实的吗 您在记录过程中 有没有一些 没有得到解决 从而无从下比的事情呢 书中所有的故事 都是真实的 包括人学 生死是他的生命 是必须要做的 然后你说 是不是有一些 没有解决的问题 或者是有一些困惑 我觉得所有的作品 都不是四圈四美的 肯定有困惑 因为关于脱贫攻击 中国人村的这种探讨 可能作为一个作家 很多地方很难探索到 肯定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就是我们老百姓 我们中国 当下的中国 创造了太多的奇迹 我不足以描续去了 就是跟我的财法是有关 我觉得我的思想 我的艺术学评 还需要不断地去体验 为什么说 我下一步 还要写这样的作品 还要关注我们全民小刊 中国人村的问题 这就是我想 自我的一种突破 还有谁有问题 来 这个白衣服的男同学 你好 主持人 你好 老师 我想问一下 在这两年中 你感受到的扶贫工作的改变 有哪些 四年之前去过 然后四年之后 我又一次走进 大规模的走进中国的乡村 变化是非常的大 四年之间 我现在今年 结果四年的变化 就是从物质到精神上的变化 特别是精神上的变化 青年返向创业 实际上它是反映的 不光是一种物质上的 而是精神上的 为什么它要回来 它的心灵的归宿 在哪个地方 相称的这种文明的建设 这种传统的 这种观念的一些传承 不光是产业的 更多的是精神的 所以我看到的 最大的变化 是精神实质的变化 还有谁有问题吗 来 这位女生 我想问一下 您的书叫《乡村国事》 那么为什么用是非的事 而不是事情的事呢 实际上很多朋友 问过这个问题 案例是你临顶 我们整学界 在一个普通的村庄里面 一个贫困商村 坐在那儿开一个座谈会 开的是提取了精神扶贫 并且要可复制可推广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 这是一个国家的翻译 我觉得当时我就想到了 乡村里面的国家 不是大事的事情的事 而是国家的基本的翻译 是国家基本的翻译政策 有这个高度 事情的事不足以反映 我们国家 我们党和政府的这种决心 所以我就认了 这个事是否的事 我问一个特别 基本的问题 您走了这么多年 走了这么多地方 在这路上 不是什么地方都能随处试 随处住的 这日子到底是怎么过的 这几年的采访 真的是算是比较艰辛的 谁以为安安嘛 应该是 比如说我走到汽车站的时候 为了赶明天早上 有个时候六点钟 我不可能住得很远 就住在汽车站边上的小宾馆 比如说在贵州大山里面 去采访 到村里面去采访 从县城到青砖游的村 我走了八个小时 八个小时我到了天就黑了 我不可能回来 有个时候住在老百姓家里 有个时候住在村部 他们村部还是有房子 就住在那里 我觉得都非常的温暖 老百姓也非常的朴实 大部分就是这样度过的 您不觉得辛苦吗 我都是真的没有感觉辛苦 没有这种感觉 我觉得非常的幸福 因为作为一个作家 你是下去去采访 是学习 给予我这种文学营养的 是基层的老百姓党员干部 他们身上的故事 就是我文学创作的营养 我觉得跟老师来交流 我非常的幸福 那么按照我们节目的惯例 最后我们还是需要请您 用一种作物来形容自己 您会选择什么呢 我会选择秋天的时候 比较成熟的那种倒税 因为我这几年在基层行政 我看到更多的是 基层的老百姓 这种勤劳 朴实实干的这种精神 还有党员干部这种实干 都在埋着头在干 像邓言相续界 像洛国有格 这样的有志青年 他们都在埋头苦干 他们就像一颗成熟的倒税 仍然是低着头在干 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我更要低着头去学习 更要低着头来干 实实在在的事来写作 我觉得这是一个 作家的一种常态 应该这样 《乡村国事》这本书 让我们看到了 正在发生的 中国的脱贫故事 也让我们感受到了 中国人骨子里的 鱼躬移山的精神 可是谁又能说 作家不是在用自己的脚步 和比例在鱼躬移山呢 讲好中国故事 需要不遗余力的探究 而这个时代 需要报告文学 大地讲堂 发现乡村 读懂中国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茶叶的起源地也在中国 那么从中国传下世界 这是我们改建后的又充满 我们通过红色 可以把它赶走 我们这幅图上 其实就是一个点茶的画面 中国茶如何与世界对话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农业科学院 茶叶研究所原所长陈宗茂 将为您重点讲述 中国茶 这一片树叶当下发生的故事 大地讲堂 发现乡村 读懂中国 敬请关注